你说这天气 早上那么大的雨啊 冻的我不行了 现在出大太阳了 热的我不行了 太热了 得泡布子啊 真的是在高原地区海拔四千九 接近五千的地方 一天感受四季 路是越来越难走了 今天走了九公里 现在已经八点半了 这边虽然有个村子 但是它是距离马路 斜上坡上去的 路边也没有框阔的地方可以扎营 109国道3390 哎呀 牛啊 羊啊 牛牛回家喽 哈喽 你好 你们这边有路过去吗 可以 前面啊 前面对 嗯 在村子里面有电吗 有 有电啊 我家有 你家有啊 你家是哪个啊 嗯 那个白方的那个呀 对 那我一会可以 可以把电往你家充电了 可以你过来 我把车我拉不上去 我就拉到那个边上吧 但是你三口还多少公里啊 这有三公里吧 三公里啊 放行李下 然后可以走 那个房子啊 对对对 这里面没有人啊 没有人 给你免费准备 那我 我你要我车推不上去 太抖了 没事 车先放到下面嘛 然后我帮你们推嘛 啊 待会儿 你待会儿帮我推上去啊 可以 啊 谢谢啊 这是你们一家的 还是你们好几家的呀 三口 三口 这个多少头啊 一百多吧 嗯 你叫什么名字啊 玉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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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得结 哦 玉杰 好的好 谢谢你啊 玉杰 没没没 好啦 我先拉过去 小鸡鸡还挺帅的 十个小时 走了九公里 现在是在路边上一个 仓馆 扎银 然后这地级的话有点 软 我垫了两块石头 仓馆没有人 刚刚说 下来帮我推车小伙子 没有下来天也快黑了 然后现在这边的话 是要翻一个 呃 山 大概四公里的样子 从这里绕过去 呜 绕到那边去 明天再发山了 然后太累了 现在的海拔是 五千零三十 我要收拾我这一堆 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然后这边的话离路边挺近的 估计晚上又会吵得不好睡觉了 但是 上面那个 木 木名住的地方哈 我推不上去 太陡了 咱们只有这里住了 也挺安全的吧 那要是的 嗯 没事没事 自己安慰自己 收拾好了 因为地上都是泥吧 所以我把东西全部裹起来了 然后 我又看到星空了 分享给大家 拍两张照片